精采的模式表演還是要試穿的粉湯 精采現場是慶應賣賞民眾真來欣賞體驗 老大館今年都會街頭的藝人精采多多 甚至來自全國國的藝術工作者是擁有前來參加 像吹氣球一樣喔 功力 來 糖糖好不好吃 好吃 平身的過程中來參觀的民眾也非常擁有 大家不斷有一個情報和聲來來表演的藝人 其實有的藝術工作者 剛才想要帶好的民眾發動以外 很希望藝術表演可以讓民眾更了解民眾記憶 那是因為我們陳惠美老師他很辛苦在奔波這個技藝 所以他在勇於做這種傳承的話 所以我們這個當學生的也是要幫忙老師 多多跑多多做這種傳承的工作 我覺得有幫助 我們可以用這個徵照然後再去做更多的推廣 因為我有這個徵照的話分數會加分 這家的平身活動剛才有自己演奏 以及沒有表演 也不會做創意的手工的創作 而且在國行精彩的演出當中 也看到不會做新生中的朋友 用他們的努力來進出平身的靈動 非常年輕非常漂亮 而且給我買美畫了 不過時間有點長 做到腳發麻 真的很棒 值得 絕對值得 我希望價值可以大概十分鐘之類畫完一步畫 這樣的話可能不用短很久 讓他們有這樣的一個才藝 能夠在合法、釋法、取得證照之後 可以在這些景點裡面 來做這樣的一個價值的演出 冠軍府主張100年開始基盤街頭藝人 精算以後 在今年剛才台灣定會停辦一次 不過為了精算優秀的街頭藝術表演者 今年繼續辦理精算活動 當時也希望就出後藝術作者 未來在南東的風景區 以及國景點表演的時候 可以更加有保障 繼續往主流 蔡宏佛東